我们今天从修身独行篇 以反攻内省开始谈起 三十七句 恶无奋疾于丸 无求备于一人 这个恶是指你 此处是指周公的赤子 积君臣 这一句是选自上书君臣篇 周公把阴代的遗名 当中不服从周朝统治的人 迁徙到陪都落役 周公亲自督察和管理 这个工作我看是不轻松 但周公也都是不辞劳苦 周公去世后周臣王令君臣 周公赤子 继承周公的职责 此片是周臣王策命之词 把这个任务要派给他呢 也是一个机会点 然后提醒啊 最重要的 他可能要守住的 这些原则来治理这一方 这个奋疾是 愤怒 憎恶 所以整句意思 对于愚昧顽劣之人 你不要愤怒厌恶 这个顽等于是比较 不好教化的人 下面小柱里面说了 人有顽消不愈 不好小欲 不是一劝就明白 辱当训之 要好好教导他 勿愤怒及之 好 这个是 这一句的上半句 老凡事讯里面呢 有提到 一个现态也打一个犯人打得很严重 往实力打 旁边有个读书人就劝主 上师习道 明善久矣 可能我们上位的人 也没有做好 人心离善 也都不懂 做人做事了 哀经勿习 要哀敏他们 缺乏教化 所以上位确实要有耐性 我们也遇过有教学的人 说他一开始遇到很难教的学生 结果后来再遇到其他学生觉得不是太难 这个就从这个静缘当中念出耐性来 念出真心来了 所以你 这个提醒就很重要了 要对一切百姓 都要耐心开导 我们自己有没有关照到 人家在请教你问题 可能他反应不是很敏锐 甚至上一次已经请教过了 这次还请教你 你会不会不耐烦 这个都可以回到我们身上来反思 无求备于一人 对任何一个人都不要求全责备 当然这个不只是对百姓 这里小柱说了 使人当弃之 用人 用这些官员 弃之是他哪些地方是专场 你可以让他发挥 用人取其常 这个是真广新闻里面讲的 教人择其短 你要教导他 你要知道他的问题在哪 当然也是要耐心教导 所以物责备于一夫 那这个也是发挥他的长处 然后协助他提升他的短处 然后协助他提升他的短处 那你就很难体恤 你带的人的困难在哪里 辛劳在哪里 因为都被自己的名利星葬住了 体恤不到下属 这样就可能会 虐下去功啊 太上凯恩篇说的了 所以我们都不是厉害之交 应该都是要 五轮关系都是什么 义啊 五轮实义啊 哪怕他做你的下属 你要敬这一份道义啊 好好让他发挥 对国家社会有帮助了 对团体有帮助了 同时也要护念他 栽培他 你不能只是把他当一个工具来用而已 这是蛮重要的 我们团体是以异交 还是以利害交啊 这整个团体的氛围啊 就很不一样了 就很不一样了 好 所以这个 达摩祖师传里面说 看那看不到的东西 听那听不到的声音 知那不知的事物 这个团体的氛围是无形的 它随时在影响人心 其实这个影响是很大的 只有用心的人呢 敏锐的人可以感受到 好 我在这里提一提 这个道圣和夫先生 他管理的理念 我感觉他 很能感受那个无形 却比那些有形更重要 第一个呢 他对于制度观 对制度的观念 这些都是他的管理理念 他是 在商业界行菩萨道的榜样 他说制度是公司发展的基石 但与制度相比 更重视人心 制度看得到啊 但事实上人心比制度更重要 当然 我们都不要偏在一旁 制度不重要 学地址规就好了 这个也又太过了 图善不足以为证 你有善行你不一定能把 政治办好 图法不能以制行 这是孟子的话 你只有宪法 你没有好的人去执行啊 也不行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啊 这么好的宪法 周朝的宪法 周礼啊 其人存则其证据 其人亡则其证息 所以要有制度要有人 当然人比制度还要重要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近代啊 一直在强调什么制度 可以让社会安定 可是你看 现在全世界的社会都不是太安定 忽略了什么 制度是其次 人的品德 修养是最关键的 不管你是什么制度 都不会说太夸张了 但是关键是人 而且乱世里面 有没有安定的地方 好官在的时候 你看好像是东汉末年 刘宠 他很清廉 到比较偏远的地方治理 那百姓很安定 后来他要调职 当地好多老人来了 都拿着一串一串的钱 感谢他 结果这个刘宠 也很体恤人情 老人家这么盛情 他从中拿了一钱 然后坐着船 走了一段路 就把这一枚钱 就放在这个河里面 在德语故事里面 都有这个故事 好像那一枚钱掉下去之后 这个河都比较清澈 这个故事叫 前亲 后来好像在那个附近 还特别塑像 就刘宠拿着一个钱 要谈下去 这个 为后世所称道啊 你看人好了 哪怕大环境啊 你看供业中呢 还有别业 所以人重要啊 所以 与制度相比啊 更重视人心啊 第二个部分呢 激励观 员工的动力啊 一定要有物质基础 他物质生活无忧 后顾之忧啊 他才好去做事情啊 那与物质激励 相比啊 更重视精神的奖励 物质是一个基础啊 那人不能只是为了物质而活啊 他应该有更高原的人生目标啊 包含这种物质的满足 本身可能 也是要孝顺父母 这是属于精神的层面 你假如没有这些精神来引导他 那他觉得赚了钱就是去享乐的了 那可能 在你的公司里面就堕落了 所以 这个精神的奖励 精神的引导很重要 包含 就是要教导他们要孝顺父母 还要教育好下一代啊 夫妻要和和啊 我 03年到了海口 遇到一个朋友 他说我以前带的一些大公司啊 到目前为止没离婚的只剩我们夫妻了 是挺乱的啦 那我也遇到不止一个企业家 学传统话也很认真以身作者 他们单位里面都不是小公司啊 没有夫妻离婚的 这大家有机会回到国内都可以去参访 到时候都可以介绍大家 好 这个是机立观 利益观 与股东利益相比啊 更重视员工的利益 这个就很可贵了 谁出的利多啊 员工出的利多嘛 你看这都是合情合理啊 你不合情理了 久了会怎么样 人心就不平了 人才观 才能固然重要啊 与才能相比呢 更重视人的品性 他成功啊 他有见地啊 知智通信一开头 这个智伯 他的家族灭了 为什么 因为他在负责家族啊 他才能胜过他的德行 他家族亡啊 所以是马光先生下的结论 一个国家 一个大的家族败亡啊 就是用了财圣德的子孙 或者臣子 才会败亡 这一篇大家都知道吧 德财兼具啊 为之圣人 德圣财之为君子 财圣德之为小人 德财都没有啊 自为愚人 没有圣人君子可以用啊 宁可用愚人 不可用小人 不然到时候出问题就很难 解决了 好 这个是 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无形的 可能比有形的 更具关键 那 这个后面一句呢 无求备于一人 这个也是用人的原则 我们看一下 这个第二册啊 一百三十九句 在体论之药里面讲的 故曰啊 记人之功 忘人之过 宜为君子则也 都是记住人家的攻击 忘记人的过错 这样的人适合当君主 当领导人啊 人有厚德 无问其小节 一个人如果具有 存厚的美德啊 就不要追究他的小节 人有大欲啊 无子其小顾 一个人如果拥有很大的身欲了 就不要指责他的小过失 自古即今 未有能全其行则也 就从古至今 没有品行十全十美的人 比较少 完人比较少 这也是事实 大家看风为文正宫的人很少 范仲淹 王诞 包含许恒 这些 虽然他们确实是都 品性非常 这个 都快达到完人的境界了 但毕竟属于少数 那这一段呢 我们举这个历史的故事啊 这个齐桓公是五霸之首啊 结果有一个人呢 叫宁七 他知道齐桓公在任用人才 他就进入这个商人的队伍当中啊 到了京城啊 然后就在京城门口啊 等待机会 看看齐桓公啊 会不会出城门来迎接客人 啊 结果他终于有一天等到了 既桓公 出来接客啊 他就拿着牛角啊 敲着唱歌 那桓公应该也是有阅历吧 他听那个声音啊 就觉得 这个人不一般 就交代啊 把他带回宫去 然后就回来呢 见他第一次啊 这个宁七啊 就 谈怎么治国 谈的旧桓公也很欢喜 第二天呢 谈治天下 也谈得非常好 这个齐桓公就很高兴啊 要启用他 要重用他 旁边的臣子就说了 这个我们是不是 他是魏国人 魏灵公 那个魏国 谈查看看他的情况怎么样 这个旧桓公 不要调查啦 一调查呢 又会去追究人家 是不是有什么 这些 小的缺点啊 这边讲的 吾问其小节啊 吾知 指其小顾 小的过失啊 有时候一些有 大才能的人 他可能不屈小节 是吧 嘿 说 这个 不要去问了 到时候又落这些不好的印象了 后来用了这个 零期啊也产生很大的作用 所以历史当中 成就工业的人 所以他一为君则也 寄人之功 妄人之过 所以我们有没有感觉到 领导者 要能包容 海纳百川呢 这个 这个高山 不择 这些土石啊 固能沉其大 这个河水 这个大海不择 细流啊 才能沉其宽 成就他大海的这个 广博了 那在用人方面呢 这个 群述之药很多 句子都在呼应这一点 我们看一下第四 第四册里面有 第三十二句 这在文子字药里面 你看也是 自古吉金啊 未有能全其行则也啊 不可能得行达到啊 尽善尽美 所以君子不责备于一人 不求全责备 夫下后世之皇 下后世所用的玉器啊 不能无瑕 明月之珠啊 不能无慧 如明月般的宝珠啊 也不可能没有 一点污点 都没有污 污秽啊 但是呢 天下保之者啊 不以小恶防大美也 防是妨碍啊 这些宝物啊 天下 懂得 珍藏宝物的人 不会因为他小小的一点 瑕疵啊 而妨碍到他的美好 今 至人之所短 而妄人之所长啊 至是 都是 记 记住 只记别人的短处啊 忘记别人的长处啊 而欲求贤于天下 记难以 这样的心境啊 想要求得天下的贤财 那是很困难的 不可能的 这是谈领导者用人 当然我们交朋友也是一样 也是要啊 多欣赏对方的优点 包容人家的不足 那夫妻相识需不需要这样 也是一样 而且呢 尤其别人之前可能有 比方说啊 这个 这个 曾经 入过欲的 我们在人家面前 别人面前的 不能再提人家以前这个事情 这样会断了 这样会断了人家改过自新的路 这样会断了人家改过自新的路 看人要看后半断了 这个都是练我们的后道 浪子回头 金不换 哪怕他德行上啊 以前有犯过缺憾 也都是要啊 守住 我们还是相信人之初性本善 那往往我们有这种 胸怀 甚至于你都是信任人家的眼神 可能你就是他改过自新的真上缘 我们之前在学校服务的时候 那全校最调皮的 其实他只是成长环境不好 你真的关心他 他收到那个信任的力量 他也会蛮明显的 改正自己 在品性上有所进步 好 我们看下一句 三十八句 这个明之过 在于哀死而不哀生 这一整句啊 也是都叙述了一般人的 处事的状态 也是很值得我们反思啊 你看人的过失在于啊 为死亡悲伤啊 却不珍惜有限的生命 菩萨为因众生为果啊 人好像往往啊 他要看到一个不好的结果了 他才会产生一种敬畏 但是可能敬畏过后啊 没有一段时间呢 好像又不敬畏了 比方说人身重病了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哇念的很努力了 结果身体一好了 又开始happy了 这个警觉性啊 不够 所以正法念处经说的 第一个最殊胜的念 是什么 念死啊 哇他警觉性就很高了 所以应主说 把死字贴在鹅炉上啊 你就真未生死 发菩提心 警觉性很高 所以菩萨 菩禅菩萨谨重记啊 四日已过 命亦水减 如少水雨啊 死有何乐啊 我也常跟大众说 人首先把人生 最后一刻看清楚 再来经营人生 心态不一样 谁都难免一死啊 而且黄泉路上 无老少啊 有一个老人家 去世的到盐楼网那里了 盐楼网啊 你太不够意识了 都没有先通知我一下 有啊 你眼睛不是慢慢花了吗 你的牙齿不是 一只一只在掉吗 这都是我通知你的啊 结果又来了一个 身强体壮的人来了 那你没通知我啊 我的牙齿也没有掉啊 你不记得了 你们东家哪个三四十岁走啦 西边的二三十岁走啦 还有刚生出来几个月就走啦 那都是我提醒你的咯 无常迅速啊 所以佛问弟子啊 生命有多长啊 第一个弟子说几十年了 佛说你还不知道 第二个弟子呢 饭食之间呢 吃一顿饭之间呢 佛说你还不知道 最后一个弟子讲 最后一个弟子讲 生命在呼吸之间 佛说嗯 你知道了 你一口气没吸上来啊 不管你现在几岁啊 就走了 我们现在看到猝死的多不多啊 我有例子不少哦 都没想到啊 无常会来的啊 所以但念无常啊 圣物放逸了 人间呢看清楚了 什么都带不走啊 要努力带着走的啦 嗯 然后也要考虑什么才是真的留得下来的 可以造福社会造福后代的 你留很多钱啊 子孙就开始争财产了 然后你一辈子都努力的是 房子啊 买了好几栋啊 车子好几辆啊 统统带不走 哦 所以人的智慧就在取舍 你人生要追求什么 要放下什么 哦 佛经里面呢也有比喻啊 啊 人对这种 生死无常的警觉性 啊 用了这个马来比喻 哦 这个马分四种 第一种马呢 看到鞭子的 影子 他就开始跑了 呵呵呵 这第一种啊 啊 第二种呢 啊 是这个鞭子啊 碰到他的毛了 他就开始跑了 啊 第三种啊 打到他的肉上面了 他才跑了 啊 第四种呢 是要打到呢 撤他的肉骨了 哦 这打得很重了 他才往前跑了 啊 这四种 啊 佛是拿来辟喻的啊 喊辟而喻嘛 啊 第一种人呢 看到其他村落 有人死了 哇 他警觉性很高了 哎呀 这世间什么都带不走啊 对世俗的东西就 深厌离心了 哎呀 然后就啊 自心 修道 行善 这第一种人呢 就好像那个马 看到鞭子就开始跑了 第二种呢 是看到自己村落里面啊 有人死了 他就生起 艳离世俗 自心修善 第三种是 自己的亲族啊 有人去世了 他才警觉 第四呢 是自己身重病了 到自己身上了 他才开始 验这些世俗的 然后 要努力修缮的 但是怕怎么样啊 有点来不及了 所忙脚乱了 所以无量寿经说 何不于 强健使 努力修缮 遇何待乎啊 所以人真正 对死有警觉性了 他会 精进有某的修行 他就 不会浪费时光 所以一般的人 爱死 但是一会儿啊 感觉就不强烈了 又继续享乐了 那就不爱生了 不珍惜有限的生命了 所以大家念头里 不要我还年轻 这个 可能会让自己懈怠 外面障碍不了我们 念头 再来呢 回往而不胜来了 常对过去的事情后悔 懊恼 但是呢 却不慎重考虑将来 我们有没有感觉人都是随顺习气 烦恼 烦恼 这个回往啊 都是过去烦恼 过去心不可得啊 修学的人 其实这个就警惕我们了 要有警觉性啊 修行的人不能让烦恼念相续 不怕念己 只怕咀嚼啊 那要转烦恼为菩提 你看对于过往要什么 化悲愤为力量 不能让那种 这个后悔懊恼的情绪 还时不时啊都在干扰自己 要前世不忘 后世之失 我记取教训就好了 这个就是很积极的态度 这个也是群述之要 我们要 学的重点 我们学的群述之要好多重点 其实每一个纲目都是重点 我们要深信因果 能看的事情都用客观的因缘来看 你就不迷糊了 而且都能看根本 我们在第一册里面 有看这个物本 还有好多句子啊 你看事物都是要从根本上去看 我们后面再来举好了 还有一个就要 前世不忘后世之失了 那我们不能陷入啊 过去烦恼当中 所以不慎来 就是没有慎重考虑将来 其实也是啊 没有记取教训 很多时候经一世啊 是要长一致 可是我们 变 长一怕都有 大家有没有经过一件事 哎呀下次我不干了 下次我不干了 那你就变成产生恐惧了 你过去的事会让你恐惧啊 你的心不得其正 身有所忧患恐惧都不得其正 这个都是不善用心啊 你不善用心都是现在烦恼中 善用心啊 每件事都有意义 甚至无有一法不是佛法 因为你用觉悟去对待每件事 每个人事物了 善用其心则能成就殊胜功德 你看佛陀遇到歌利王 割结他的身体了 这样的因缘 他快速提升了 因为他用真心在面对这个境 所以大家都去体会 你用真心面对任何境 都没有坏的境界 是是是是好事了 那善与乎以然 总是常说啊 既然已经如此了 其实讲这个话可能都要 推卸责任了 没有认真检讨 认真对待 我们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 要认真对待人事物 好真乎碎事 这个碎事是往事 已经完成的事 这个都算碎事 喜欢争辩过去的往事 其实啊 喜欢争辩有时候是自卑 要借由事情好像证明自己什么 你真正有修饶的人 看人家讲话 语调高起来了 他就迁退了 这个好真乎碎事就有点 要不太好胜了 或者不肯认错了 强辩了 狡辩了 这个都可能或多或少 都是我们过去生带来的习气 自己能关照到啊 才懂得去对峙 或者事后啊 有点事后诸葛亮 这种习性啊 舵今日而泄于后寻 荒废于今日 更懈怠于将来的时光 这个我以前这个习气也很重啊 每一次大学的时候啊 考试了啊 最后都要求求老师 网开一面啊 我之后会很认真啊 这些支票啊 现在想想罪过罪过 人不能珍惜当下 你说你的珍惜未来 其实都是 骗自己也骗别人啊 骗别人啊 好 所以如师以及于老啊 啊 就这样 这些处事的态度啊 搞到最后 老了 老了就什么 就死了啊 就被无常给吞了 映光大师说 都被无常吞啊 用了这个字 让人印象深刻啊 那无常扑过来 根本没有招架之力啊 你看真正精进修行的人是什么 从容 知道什么时候要走了 啊 一字十字啊 你看差多少 啊 看自己啊 肯不肯干啊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行人 更何况我们听了 我们院长 啊 讲这个 佛学十四讲 第十三讲 特别法门 念佛法门 啊 要念到见阿弥陀佛不难 啊 这个 东南亚那个女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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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这个 主人 皮肤特别好 啊 他向他请教 啊 这个主人说 我念阿弥陀佛啊 皮肤这么好 啊 他就 煮饭也念 扫地也念了 哦 佛号不断了 念了一段时间 半夜起来喝茶 他是跟他的主人讲的 啊 那 有一天早上 跟主人讲的 哦 昨天晚上我下来喝水啊 哇 你挂的那一尊佛像啊 啊 那个佛呢 走出来跟我讲话 哦 你看他日夜 都在念阿弥陀佛啊 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 哦 所以你真的肯精进念啊 一感应道教啊 哎 哎佛来通知你 你一见阿弥陀佛 心就定了 不难啊 好 那我们看祖师的榜样啊 有一个禅师 隐安全禅师 这个在晚前几 哦 哎 当中 洪毅大师特别挑出来 哦 因为这一位禅师啊 从早到晚 一句佛号 静静不屑 到了晚上啊 就痛哭 哎呀 我又浪费了一天了 这么静静啊 他还觉得浪费了 哦 当时我看到这栗子的头皮发麻 哎呀 差太远了 自己差太远了 哦 我们得比于上啊 则支持 哦 包含 听 黄念老 哦 他在谈呢 净土宗的心药 净宗心药 哎 依阿弥陀经的 幸运辞明 哦 依无量寿经的 发阿菩提心 一项专念来开解 哦 很精彩的 一篇教诲 哦 他在一开头的一段话哦 哦 我印象非常深啊 他老人家说啊 哎 我是一个生死的凡夫啊 哦 就不能不修行啊 他修行那么高啊 你看他这么 这么谦虚哦 哎 他应该是观世音菩萨再来的 他说每天呢 哎 他还要 写作啊 为大经 做注啊 注节啊 他还要修法 他还要 词作啊 这些 做那么多事啊 他佛号啊 三万 你看他 每天时间这么有限啊 他都不敢松陷了 佛号三万 哦 我当时印象非常深啊 哦 这个都是给我们表法的 不能懈怠啊 不能 这个 堕经日而谢雨后寻啊 哦 哦 哦 这个 有成就的人一定是珍惜光阴 不蹉跎的 而黄老在最后的阶段 都还在慈悲护念我们 他一个禅宗密宗都有高成就的 后来只归净土啊 他一个高成就的人表演成凡夫一样 一天念多少 十四万神 表演给我们看啊 哎 哎 不敢掉以轻心啊 啊 啊你真看懂啊 你真效法了 他随时在加持你 哎 好 好 我们以这些 主师为榜样 哦 那 啊 回到我们自己身上了 每一天啊 到最后一天啊 你就不会浪费了 好 具体的 好 那一天 好 我们听法经法师分享啊 他有一段时间 每天三百拜啊 三万神佛号 三部无量寿经啊 都要下一番功夫的 不能把修行看得太容易了 好 都要经一番寒厕苦的 这黄老的话 好 我们再看下一句 啊 项曰啊 啊 箭雷 君子以啊 恐惧修行 啊 这个箭雷是 接连不断的雷声 好 好 这个箭呢 这个箭呢 是同 这个 推箭的箭 啊 就是再啊屡次接连之意 好 那 那 那 修行呢 是修养道德 行查过错 所以相传上说的 啊 啊 箭雷啊 接连不断的雷声 这个就是震动的象征 啊 君子在此时啊 应当升起 静畏 恐惧之感 好 因此啊 懂得呢 更精进的来修养道德 行查几过 啊 我们以啊 孔子为榜样 在 香港地史 有提到 啊 啊 迅雷 风烈 必变 啊 这啊 孔子呢 啊 他遇到啊 迅疾而至的雷或风 啊 迅雷而至的雷 或者是啊 风非常的猛烈 啊 此皆出 出乎寻常 天地 必有变故 那此时啊 孔子呢 既有应变之举 啊 这个 孔安国柱是必变啊 视为啊 近天之怒 你看 这个这个 上天 这个 雷声相续啊 所以 恭敬对待啊 天之怒啊 啊 离记玉枣说了 若有疾风迅雷 甚雨 啊 甚雨应该是很大的雨 啊 啊 则必变 虽在夜间啊 亦必起来 穿戴衣冠而坐 反省啊 啊 因为古人 知道啊 天人合一啊 啊 就像佛门讲 衣报 随着 正报转 啊 所以外在 天相不好 啊 会反思的人觉得 哎 是不是我有哪里做得不妥当啊 所以穿戴衣冠而坐 啊 这个是记啊 孔子居家 他处 处 常处辩之理 遇到这个情况啊 他是这样应对的 上书也讲啊 做善降之百祥 做不善会降之百秧 所以古人面对 这个气候 比较特别的情况的时候啊 都懂得自我反省 啊 现在的人有没有这样的态度 少很多啊 好 那这个上天的提醒啊 他不当一回事了 都觉得是自然灾害了 跟我们都没有关系了 那一没有反省 那这些事情就没有办法改善了 做善降之百祥 不善降之百祥 所以人心 善与不善了 才是根本的 那 汤王 他懂得啊 我们看第一册啊 十九页 三十三句 啊 习 陈汤 遭汉 以六事 至择约 啊 这个是商汤六问 哦 这个 汤王呢 遭遇汉灾 以六件事啊 自我 反省 责备 说到了 啊 正不结也 哎治理正事啊 是不是有不符合法度呢 这个使民吉也 一时百姓啊 做这些公共 设施啊 有过度嘛 有误了他们的农死 或者 让他们太 劳累吗 公是荣也 建这些宫殿啊 或者享用啊 是不是啊 太奢华了 哎其实这个都是啊 朝代会兴衰的关键啊 你看女业圣也 啊 德士的宾妃 近年 干正形成风气了吗 啊 这个包居 行也 啊 这包居是指 贿赂 啊 啊 因为以前 古代行贿赂 啊 怕人家知道啊 啊 以朝伪 包裹 来掩饰 啊 啊 禅夫 仓也 啊 敬禅眼的人 是不是太猖狂了 啊 都会从这些方方面面呢 呢 反思了 那 这个 了凡先生啊 能改变命运的关键 也在反思 这一点呢 我们要看懂 啊 你看云古禅师很高明啊 他没有责备他 只是反问 好 因为他知道他 他的命述了 好 反问他 你自己想想 你应该考得上功名吗 应该有指示吗 有后代吗 好 了凡先生 无物追醒良久 你看 反省得很 深入 很彻底 不应也 把他的问题 都讲出来 他知过了 他才知道 去改啊 他承认了这些过 就像于静义公 不承认过啊 被造神也点化到 他才重视这些过失 那一个领导人 他能反省啊 可能一个国家的命述 就会转 因为他福报大嘛 百姓的生活 跟他有很大的关系 他一个政策好了 利益全国 政策不对了 全国都遭殃了 所以领导者 反思重要啊 那我们个人 命由我做 扶自己求 也要懂得反思 自己有什么 不顺势了 不只不能怨天尤人 更应该反省 这样就能够 转祸为福了 好 我们再看 下一句啊 人意存心 人意存心 这个 孔曰成仁啊 孟曰取义 人意 所以人意是我们儒家 教学的一个重点 事实句 言冤问人 这个言冤请教啊 如何实行仁德 只曰克己赴礼为人 这个克己呢 是 曰身 就是自己 很重视 曰恕自己的 这些行为 一日克己赴礼啊 天下归人焉 只要有一天呢 真正做到 克己赴礼的功夫啊 那天下的人都会 受到感化 这个一日游见归啊 旷终生乎 好 老和尚 做到了 所以他的影响 达到五大洲 上亿人 那因为他自己做到啊 大众对他 大众对他 有信心啊 哎呀他做到无私无我了 那这个一日克己赴礼天下归人 那这个是真正有历史典故的 那这个是真正有历史典故的 在文王 这个文王的 这个国界呢 看到农民之间都是礼浪 所以田间的路都很大 不争 啊 啊 进入啊 这个京城里面呢 看百姓走路的时候 互相礼浪 进入朝廷呢 看百官互相礼浪 他们两个自己身惭愧了 就走了 文王的面也没有见了 本来是要找文王评评理的 哈哈 人的善根啊 还是 可贵 当然也是 做出榜样之后啊 人自然感动了 后来这个事啊传开来呢 四十几个国家 因为那时候是八百诸侯嘛 四十几个国家都归父 周文王 天下归人焉呢 好 好 所以为人有己啊 而由人乎哉 好 实行仁德啊 全靠自己来下功夫啊 啊 还要靠别人嘛 哦 能靠别人嘛 这都是自己的心地功夫啊 啊 你哪怕遇到孔子教你呢 也要你愿意啊 啊 啊 依教奉行啊 才修得成啊 所以老和尚讲经的时候说 孔子来教也不行 佛陀来教也不行啊 为什么 他们是一个住员 这个学习者是主啊 他们是伴 而且这个住员能产生多大的力量 还是 这个主角决定的 是自住者天助 自救者天救 你自己放弃自己的 所以说孔子佛陀来教也没办法了 所以这一句啊 为人有己啊 还是很有味道 哦 哦 孔子另外一句话 人远复栽 我欲人 私人自已啊 你自己有那个心呢 铁定可以做得到 哦 只怕有心人了 哦 行善在己 不在人 哦 进一步说 曰 请问其目啊 这个都是善问啊 掌握一个纲领说 从哪里下锁啊 哦 哎 请问具体的条目 这 老和尚也很会问啊 怎么很快契入境界 好 这张家大师说 看得破放得下 老和尚进一步说 从哪里下锁 布施 这个故事应该大家都听过 我看 同学们布施做得不错 我们都吃到施语做的东西 只是还没吃到佩玲的零食 哈哈哈哈哈哈 哦 这个布施是一定要修的 因为布施啊 对质我们 钱贪 这个贪心你不放弃啊 放下啊 你的福报智慧没有办法显出来 欲望放不下 欲令自明 利令自昏啊 利令自昏啊 这善问 请问其目啊 接着孔子具体知道了 子曰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不合乎理的 不看 搏合乎 不语恭 非礼物事啊 童闹场 觉悟精啊 这童闹场 看啊听啊都会乱自己的心心 这个非礼物事啊 这个余敬义公 说的 这个 上天什么小善不是先兮必路吗 怎么会我几年都没有善呢 赵神爷 举说好啊 那就说 你们建立这个文昌社 你们最重视的几条吧 习子啊 你都是有人在旁边装给人家看 捡起来的 你自己教学生的时候 那些纸乱去贴墙壁 你从来不自止的 为什么不自止 怕人家跑了我没钱赚 你不是真正教他德行 你在谄媚学生 还有 你说戒女色 你虽没有具体犯了这个邪影 可是你看到漂亮的女生 整个心动得那么厉害 无谁欺欺天夫 你要骗谁啊 你要骗老天吗 这个非礼物事 这个这个 于经于公寓造神记里面 这个就提醒我们 非礼物事 尤其不能 你是先骗了自己 才是骗了老天 还非礼物听 比说长 此说长 不关己 莫先关 也包含 这个隔音效果不是很好 也不要去听 这个恭敬对待人 还有非礼物言 这不能乱插嘴 包含你在领导者身边 这个言语也要拿捏好分寸 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 两百三十三句 这个言语的部分 大家都有参加这一次 全世界要实修班吗 没有听课 对 你们还在上课 好 我们看到了 事于君子有三千 谁是君子 容易犯三种过失 这个君子 206月讲了 才得出众的人 或是在位的君王 应该 这一句主要是 你在侍奉领导者 签是过失了 我们看到 言为及之而言 为之造 你心不够定了 不够恭敬了 你就会乱插嘴了 话没到该说的时候 就说完 这就是心腐气躁 不安静了 言及之而不言 为之隐 隐是特 不禁情死 不禁情死 所以话当说而不说 这是隐 隐匿 这过 你隐瞒事实了 这不妥当 未见颜色 而言 颜色是指 表情神情 你要观察 为什么 弟子归说 岳父见 他高兴的时候 比较好劝 他很 很生气 你再劝 可能他都恼羞成怒了 那你的时机都不对了 未知古了 未见君子颜色 所趋向 而变逆先逆语者 有谷者也 你服逆他 让他恼羞成怒 这反而适得其反 所以这个 就是不懂得言语的分寸 犹如盲人说话 不看对方 大为失礼 所以这个也是故事的 三种故事 所以非里勿言 另外一句 时然后言 人不厌其言 乐然后笑 人不厌其笑 你们有没有遇过 一群人在讲话 有一个人在 不该笑的地方笑了 当下整个气氛 人都看着他 他自己也很尴尬 一然后取 人不厌其取 时然后言 恰当的时候讲话 这个就是分寸拿捏得很好 还有非里勿动 遇到一切不合于理的事情 都不动心 这个动是不能动心 好 这个是 在这些方面 客气 所以 这个 有一次 子路进来了 在孔子家里里面 孔子问子路 你觉得什么是智 什么是人 智人勇三达德 子路说 人者使人爱己 智者使人知己 这个 有智慧的人 使人了解他 仁爱的人 使人能够爱护他 接着子供进来了 孔子也是这么问他 子供说 智者知人 仁者爱人 那孔子就赞叹他们两个 你们可以称得上是 读出人 后来言回进来了 也是问这个问题 言回回答的是 智者自知 仁者自爱 这谈得更根本 我们都不自爱 怎么去爱人 我们都不明明德 我们怎么清明 所以我们看 言言问人 一般我们都会看 人去爱人 但是首先是什么 自爱 所以要克己 克己就是自爱 随顺性德 不随顺烦恼习气 好 那这个历史当中 大家有没有想到 因为 因为 懂得克己 懂得尊重人 没有乱看 没有乱听 没有乱讲 避免灾祸 但是呢 不懂理了 招来灾祸 你们有没有想到 这样的历史故事 那个朝国 国君 他就是 听说这个靖文公 他先天好像这个 肋骨 是连在一起的 叫并邪 你看他一个国君 却很无礼说 要看他的身体 看人家靖文公的身体 那靖文公会感觉怎么样 被羞辱了嘛 我怎么身体可以给你看呢 后来靖文公好像就把 曹国给灭掉了 所以他在 非礼物事 包含 阳修 才能很高啊 但言语不饶人 连曹操他 他言语也 不客气了 后来他也 就是 也遭祸了 所以 古人好像也统计了 这个 一般人遭祸啊 十之八九都跟什么 跟言语有关 另外是这个 郭子怡啊 当时呢 跟他同朝啊 有一个 这个臣子啊 叫做卢企 长得很丑 但是人呢 心地比较显恶 当然遇到这样的人呢 这个郭子怡对他也是礼敬 不得罪他 有一天呢 他到 郭子怡家里来了 郭子怡家里就把这些庸人啊 这些通通自开 怕什么呢 怕他们看到卢企长那么丑啊 会笑 哇你到时候得罪他就麻烦了 所以他是很敏锐 都对他 这个卢企很恭敬 在这些细节方面都考虑 不让他不欢喜 哎 后来 卢企真的长了大权 好多人就被他报复了 哎 他对郭子也还是尊重 哦 所以 懂得 哎 理尽一切人啊 他也能避免灾祸 好 好 我们 休息一下啊 到十点半 再回来 好 谢谢